第18题 频率超过2万赫的声音为超声波 有关超声波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选项B说碰到不同介质时 可能会发生反射 有一个介质进入另外一个介质 可能会发生折射 这两个都是波的基本性质 会反射会折射 所以这两个叙述都是对的 朱选项说在空气中传播时 超声波的波长比较小 因为公式叫做V等于F乘以Lambda 我们的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超声波的频率比较大 所以波长就要比较小 所以选项朱呢 它的波长小于一般声波波长也是对的 选项A是错的 错的非常的明显 因为声波是一种机械波力学波 需要介质传播 真空中根本就不会有声音 所以选项A是错的 所以第18题我们说 有关超声波的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超声波在真空中的速率 大于在空气中的速率 我们下期的速度